到黃河灘 濕地公園停車場了 這個停車場沒有人 我把車子停在這裏了 然後現在我們去 先把門鎖壹下 好 鎖好了 我們現在去濕地公園轉壹圈 你看 今天因為刮大風 還心有點下小雨 所以今天沒人 咱們去看壹看吧 快速地走壹圈就是 這邊遊客中心你看也沒人 鄭州黃河國家濕地公園 來到這裏就要在這裏合個影 代表我來過 先看一下黃河灘地公園的總規劃圖 黃河灘地公園生態景觀慢行系統 這個是導覽圖 這樣子走壹圈是吧 美麗的鄭州黃河濕地 這個是科普長廊 什麽是濕地 濕地就是這樣子的 黃河濕地動物也非常豐富啊 有很多種魚類 哺乳動物啊 還有很多鳥類 這個鳥類有點像毛頭鷹 它叫長耳鮮 這個是短耳鮮 這邊有很多介紹 濕地的情況啊 鄭州黃河濕地自然保護區 這裏有一艘龍船 這艘船竟然是加羅比號 看那裏有一隻野鴨子 剛剛飛得好快 它鑽下去了 前面我聽到有很大的水的聲音 那邊估計就是閘口吧 或者什麽 我們去看一看 聲音超級超級大 大家能感受到這個風嗎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 這個濕地公園裏面 沒有幾個人 剛剛我有碰到兩三個人吧 這邊我剛剛看到有一個人在挖野菜 這邊有野菜嘛 你看有很多這種科普的這種牌子 野西瓜苗 它和我們正常吃的西瓜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是叫野西瓜 這個是異母草 異母草是一個草本中藥啊 這個監測站能上去嗎 站的高一些 可以看到遠一些 可以上去 我們上去看一下 這邊有幾個小木屋 還有這個是 應該是工作人員住的地方吧 我們上到這個站道上去看一看 剛剛是從那邊走過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邊是一個大橋 黃河就在前面 這就是黃河了 等一下我們從這個站道 然後走到那邊去 這邊有幾個小木屋 那邊應該是種的果樹吧 剛剛有一個果農的展示區好像是 這些小水溝裏面都有很多很多 魚呀 青蛙呀 或者是螃蟹呀 都應該有的 之前我去上海的實體公園 就看到很多很多那種小螃蟹 大家能感受這個風有多大吧 這個垃圾桶 還有前面的垃圾桶 都已經吹倒了 看一看黃河的水有多黃 遠處那個大橋呢 是鄭州的黃河公路大橋 對面就屬於焦座了吧 你看我都不敢靠近啊 如果水大的話你看 這個直接就吹過來了 看到沒 這個泥土全部都吹掉了 這樣子一直擴呀擴呀 就把這些都沖到黃河水裡面了 所以黃河的水為什麼這麼黃 也就是掺雜了這麼多的泥沙的原因啊 大家不要靠近黃河啊 這個黃河水 如果風浪大的時候 這些土塊啊 它掉下去會很快的 它掉下去就是一大塊一大塊的掉 像這個濕地的話 這邊就還好 有的一些那種 它沒有建公園的那個 遠的郊區那裡 邊上還種的 有麥田呀 或者是農作物的那個地方 更不能靠近 所以不熟悉的 一定不要靠近啊 大家能看到這個地 有裂痕了嘛 所以就很快的這一塊 就會推到黃河水裡面 大家轉過來看一下 這個橫切面 你看掉了多少了吧 這個木戰狼 以前深處去好遠 現在已經坍塌了 所以大家在河邊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萬注意安全 動物園救護站 我看到地圖上 有一個博物館 還有一個海事廣場嘛 離我現在這個位置 有兩公里 我看到那邊也有一條路 我現在返回去 去開車 租車的好處就是 不用走太多路 我們隨時都可以開車 然後自由的行動 這就是我想要的這種 自由的出去遊玩吧 這條路就是非常原始的 這種道路 像以前河南地區 有很多這種道路 沒有修道路之前 都是這樣的土路 兩邊種著陽樹 夏天的時候還是挺涼快的啊 但是一到下雨的時候 都是非常非常寧靜的這種道路 現在不過這種道路 應該是非常非常少了啊 我們是九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修了百搖馬路了 我們村不知道修了幾次 百搖馬路了啊 我記得是三次 不知道我沒有在的時候 有沒有修過幾次啊 反正壞了又修一次壞了又修一次 已經修了三次了 河南在早幾年前就已經實行了 村村通道路嘛 現在的情況就是只要有人住 馬路都能通過去 大家能感受到這個風嗎 真的我吹的頭都有點痛了 我現在戴著口罩啊 我都不敢摘口罩 因為這裡都沒人啊 我也沒敢摘 因為太冷了 刮的臉都是痛的 我在地圖上看到 這邊有一個玉溪地坑院 但是沒有啊 是拆掉了還是什麽 有幾個亭子 但是沒有看到玉溪的地坑院 玉溪的地坑院 應該是和陝西那邊的類似吧 因為它靠近陝西那邊吧 我們屬於是玉東 我們這邊是沒有地坑院的 所以我也沒有見過地坑院 所以我也是蠻好奇 地坑院是什麽樣子的 你看地圖上有一個玉溪地坑院 但是我到這裡了就沒有 只有這樣子一個觀光站道和亭子 北方的鳥兒 特別喜歡在陽樹上建房子 這就是所謂的沼澤地 有蘆葦 有這樣子的悉尼地 還有一些比較耐水的植物 走了一圈下來 感覺黃河灘地公園呢 適合夏天的時候來乘涼 冬天的時候就不太適合來玩 就是冬天的時候稍微有一點點冷 也沒什麽太好的景色 這是我自己的感受吧 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哇你看外面都多冷吧 我一進到車裏面我眼睛都看不見了 我們現在開車去博物館 不知道博物館開了沒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很多景點啊 很多這種設施啊都沒開 我們先開過去先看一看吧 我剛剛準備要到這裡來玩的 我看到有一隻鳥 不知道是什麼鳥 很漂亮它的羽毛 走下去了 來了 出來點出來點 紅頭 脖子是藍色的 孔雀藍色 還有一點白色的羽毛 它的尾巴很長 再走出來一點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它的尾巴很長 走下去了 這是它的轎勢 前面是南果頭廣場 然後我導航的這邊有一個停車場 但是這邊封閉了 剛剛這個保安說裡面沒有停車場 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啊 也沒人 這個馬路上它不讓我停 那就算了 就開車過來看一下吧 因為這邊人 我看到有幾輛車都是開過來 然後就掉頭就走了 走吧 這邊是一個衛生間 然後這邊是它的停車場 就這樣子的 所以不太建議大家過來了吧 這邊上全部都是荒 黃河觀光路 終於走到了這個海事廣場 現在這邊都封著的 我把車子停在了那個位置 那個保安大叔 讓我停到那個位置 然後過去去看一下 海事廣場到底是什麼 是因為疫情給擋住了 還是事工呀 剛剛問這個大叔 我問他 還是廣場有什麽好看的 他說你到那邊去看一看吧 就是無可描述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廣場 應該是有一些 嗯 我們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看這邊有停車場的 只是用來防火的原因 就不讓開進來了 我們看一看 這邊都有什麽 這邊是一個衛生間 這邊是一個補房子 然後這邊是一個廣場 這邊是一個亭子 這邊是黃河 可能到旺盛期的時候 人會多一些吧 今天一個人 就我一個人 這就是黃河了 風超級超級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黃河的堤壩 用這種壓固的 這邊還有一艘巡邏的快艇 哇這個黃河水 真的非常非常黃啊 比黃斧江的水還要黃一些 這就是這個船 這邊好像沒人 啊這是一間房一間房的 這是不是類似像一個 這裡是一個廚房 油煙機還沒拆 但是已經報廢了 這都是一間房間一間房間的 這邊還有一個吧台 可能以前還開出去呢 是吧 這艘船 以前應該是一個遊船 你看這上面寫的 每個房間都有個名字 就是這個樹木屋 這個是安芹 然後 這邊是一個廚房 剛剛給大家看了 好了出去了 這邊風好大呀 樓上我就不上去了 樓上應該差不多的 大家能感受嗎 你看 我的頭巾就像 這一棵柳樹一樣的 你看這個風都是一陣一陣的 吹得我腦袋疼 給大家在這邊 環視一周 那邊的風比較大一些 都能聽到那個風聲 從那邊傳過來 所以夏天來還是蠻不錯的 冬天就是風比較大 夏天來的話 就非常非常涼爽